憲哥是我們演藝圈的前輩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懂不懂得敬老尊賢 哎唷 我怕死啊 所以現在是個整人節目嗎 還有繼續罵我什麼的 他說 陳茵 你在演藝圈 你有什麼代表作 我講到都哭了 我在節目上受的委屈 誰知道 問我為什麼有眼淚 這眼淚已經流乾了 一下節目 李妍瑾就過來跟我道歉 剛剛就是做作效果 怕你會那個往心裡去 我只有說 我從不往心裡去 我只會往法院去 我叫他去看看雞排妹 你就知道說 我不吵架 我都直接提告 我又上了週刊封面了 精采的精采的 開始錄影 玉琳哥就cue我 李妍瑾就先把話搶過去 他就先講說 吳宗憲說 有八成的人喜歡你 就會有兩成的人討厭你 所以被言上沒什麼 我就只是接了一句話說 吳宗憲的話就應該不是 八成的人喜歡他 是八成的人都討厭他吧 嚴謹就 開始了各位 對我破口大罵 他就指著我 我不誇張 然後就講說 憲哥是我們演藝圈的前輩 你到底在講什麼 你懂不懂得敬老尊賢 哎唷我怕死啊 然後我內心呢 第一個想法 我就想說 所以現在是個整人節目嗎 還有繼續罵我什麼呢 他說 陳音 你在演藝圈 你有什麼代表作 我們現在現場的工作人員 你們都有跟憲哥合作過 很喜歡吳宗憲的 你們舉手 現場 壓卻無聲 只剩下李妍瑾的咆哮 最怕空氣突然 眼睛 李妍瑾不是問我說 有什麼代表作嗎 問我有什麼代表作 各位 你們知道李妍瑾的代表作是什麼嗎 李妍瑾的代表作呢 就是 他曾經在坐計程車的時候 跟司機起了口角 最後他跟計程車司機 呼 哦 上演超級街頭霸王 他的武器是什麼 馬歇 因為他拿馬歇起來砸司機的頭 節目錄完之後 一下節目 李妍瑾就過來跟我道歉 他就馬上來跟我講說 剛剛就是做做效果啦 我就說 我覺得這個效果太過了 李妍瑾的道歉 是講說 沒有啦 我是怕你會往心裡去啦 因為有些藝人 他們就是會往心裡去 我就覺得你可能會往心裡去啦 然後我就只有跟他講說 我從不往心裡去 我只往法院去 你去看看雞排妹啊 我根本沒有跟他吵架好嗎 我也沒有往心裡去 陳怡也沒有生氣 請媒體幫我澄清 我只有說 我從不往心裡去 我只會往法院去 我叫他去看看雞排妹 好不好 你就知道說 我不吵架 我都直接提告